这两天,加拿大和印度颇为闹得有点不可开交,双方已经互相驱逐了一名外交官,甚至有印度媒体撰文称,今天印度的头号敌人已经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加拿大了。 这两个国家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了,要知道长久以来我们都觉得加拿大这个国家相对还是比较和善的吧,它和印度又没有什么领土的纠纷啊,甚至这两个国家可同为英联邦国家呀,他们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好歹人家打了独立战争独立出去了, 而印度加拿大的共同宗主国可是英国,按道理讲,双方应当还有点血缘关系,所以呢,印度不但每一年有大量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印度每年还有大量的留学生是到加拿大留学的,这两个国家关系咱甭说多好吧,好歹不会差到哪去,可是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关系简直到了崩溃边缘, 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从这件事的导火索说起啊,说实话,印度和加拿大之间关系不好,这个事最先挑头的呢,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些日子我们知道,印度举办了J20峰会, 啊,莫迪老仙为了这次峰会是煞费苦心,西方国家也听给面子啊,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参访,而且和莫迪进行了长谈, 拜登临表还说,全力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律师国,这两年的世界态势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国一直在拉拢印度, 既希望印度完全的站到西方阵营去制裁俄罗斯,也希望在亚太搞这个所谓的四方机制, 所以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是给足了印度面子,可是没想到啊,有人给面子,有人就毁你面子,毁面子这个人呢, 就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加J20峰会的时候,他当着莫迪总理的面,跟莫迪说, 你们印度不地道啊,你们没有人权,你们派特工到加拿大去暗杀了一名加拿大籍的印度一公民尼加尔, 特鲁多要求莫迪调查这个事儿,说实话,人家印度好不容易举全国之力办一场J20峰会, 本来是想风风光光的,结果呢,你特鲁多当面给人家莫迪难堪, 这就好比啊,你参加人家婚旅,跟人家说新娘有奸情一样,那莫迪老仙面子上能挂得住吗? 所以莫迪当时就予以了否认,可是特鲁多这个话说出去了,那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印加两国现在关系是越处越僵,印度真的派特工杀了尼加尔吗? 这个尼加尔又是谁呢?这个人的身份还真是比较敏感,尼加尔是西克教在加拿大的领袖, 他也是西克教独立运动的政治负责人,我们知道啊,印度这个国家也是多民族的, 而且长久以来呢,印度有很多邦都有分离倾向,这其中就包括西克教徒们, 而且有大量的西克教徒不满在印度遭到迫害,他们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 而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啊,西克教徒在加拿大还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啊, 特鲁多本届内阁中就有多位西克教徒,所以特鲁多必须重视尼加尔被杀这个事儿, 否则他在本国的政治根基不稳,而另一方面呢,很多人猜测说啊, 这个尼加尔经常搞事儿,经常策动印度国内的西克教徒搞独立, 因此不容于莫迪,最终被印度高层派特工杀了, 当然这个事儿有没有,咱们不知道,但是加拿大现在就指责印度派特工在加拿大的领土把一个加拿大公民杀掉了, 这是一个恐怖行为,他们要求印度负责, 这个情况啊,乍一听,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桩事件,什么呢? 当年沙特记者卡书吉被杀的事件, 卡书吉呢,是沙特的一个知名记者, 他经常写一些损害王室生育的报道,所以被沙特王室盯上了, 后来沙特王室派出杀手,在沙特驻他国大使馆, 把卡书吉诱骗过来,而且把他杀掉, 甚至听说是把他尸体都肢解了,非常的残忍, 这件事儿被报道出来之后呢,整个西方世界大为分开, 他们借机指责沙特,可是当年的特朗普是不为所动的, 某种意义上讲,咱们说,特朗普这个人真是一个真小人, 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说啊, 我也知道沙特杀卡书吉不对,但是呢,沙特是我朋友, 我刚一当选,沙特就买了美国1100亿美元的武器, 所以看在钱的份上,我不能指责沙特, 我要是指责沙特,美沙关系闹白了, 那沙特转投俄罗斯,这个钱都去买俄罗斯武器怎么办, 所以特朗普愿意承担这个真小人的名称, 也不去指责沙特,而拜登则不一样啊, 拜登头头的伪君子啊,正好赶上2020年美国大选, 所以拜登就攻击特朗普,说他不去制裁沙特, 甚至拜登称沙特为贱民国家, 就这样,您想沙特和拜登的关系它能好吗? 所以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 美沙关系一落千丈,大不如前了, 今年头几个月,美国不断的派出高官去游说沙特, 要求沙特增产石油,以平易全球油价, 把美国通货膨胀拉下来,但是人家沙特不停啊, 沙特不单不增产石油, 第二个头去呢,和俄罗斯联手减产石油, 而今天很显然,美国拿沙特没办法, 谁让你总统候选人当年竞选的时候, 攻击人家是建民国家的呢? 欲带王冠必成其重, 你拜登要践行你的自由民主, 那你就只能彻底得罪沙特了, 这件事跟尼加尔被杀案件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加拿大指责印度派特工把尼加尔杀掉了, 而且双方已经互相驱逐了一名外交官, 那么接下来, 加拿大对印度的指责会不会波及整个西方世界, 就像卡书吉被杀一样呢? 很可能,毕竟加拿大和美国呢是亲兄弟, 加拿大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都是五眼联盟成员, 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所以今天, 加拿大已经把尼加尔被杀事件的所有详情通报给西方主要国家了, 也希望换得他们的支持, 美国那面, 说实话, 已经有官员表态了, 就在前两天,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科恩对外公开宣布说, 美国掌握的情报已经证明, 就是印度政府派出的特工暗杀了尼加尔, 目的就是为了清除西克教分裂印度的威胁, 美国这已经公开力挺加拿大了, 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在美国的带领之下, 其他西方国家也会去力挺加拿大, 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那是不是真的这一次拜登政府又要选择他们所谓的自由与民主了呢, 哪怕去得罪印度呢, 因为表面上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尼加尔这个加拿大人, 他对印度有着重大的威胁, 所以印度政府是有动机要去暗杀他的, 而今天甚至有消息指出啊, 五眼联盟早在几个月之前就互相传递过情报, 确认是印度派人暗杀了尼加尔, 那么接下来西方世界是不是要联合起来, 像当年制裁沙特一样去制裁印度呢, 要知道当年虽然美国没有直接制裁, 可是多个欧洲国家表态不再把武器出口给沙特呀, 这当然是一种可能, 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尼加尔这个事被爆出来的点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个事实际上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精心选择G20峰会开会的时候, 当面和印度总理莫迪说这个事, 说实话你这个行为有点太打脸了, 哪怕加拿大真觉得自己的主权遭到了侵犯, 印度竟然派人在加拿大的国土上暗杀加拿大公民, 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啊, 你别在人家开盛会办盛典的时候啪啪打脸呀, 甚至印度方面现在就说得很清楚啊, 你加拿大指责我们干这样的事, 那你能不能把证据公之于众啊, 你如果有切实的证据直指印度政府中的哪个高官策划了这个行为, 那么印度也可以有地方式的进行调查呀, 而不是你加拿大总理轻飘飘的来一句说, 印度有恐怖行为, 印度暗杀了加拿大人, 让莫迪如此不能下台呀, 而且到今天为止加拿大方面也没有提供切实的证据呀, 所以这不由得让我们想, 会不会加拿大这一次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狠狠的敲打一下印度呢, 众所周知啊, 加拿大和美国接壤, 但是加拿大那个国力跟美国完全没法比, 所以很多人都说某种意义上讲, 加拿大就是美国的第51个州, 加拿大的几乎所有外交政策, 那都是听命于美国的, 甚至当年华为的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扣留, 大家觉得到底是加拿大的意思, 还是美国的意思呢? 加拿大充当美国打手,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所以我们倒是有理由怀疑啊, 这一次G20峰会, 美国和加拿大是不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呢? 美国总统拜登与莫迪老仙促膝长谈, 表达对印度的强力支持, 而另一方面呢, 加拿大就过来狠狠的给你一个巴掌,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既给印度糖豆, 要拉他入火, 也给他一个巴掌, 要好好的威胁他, 因为确实今天的印度, 对美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印度经济近些年来迅速发展, 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第五强, 莫迪说再给他五年, 他能带领印度经济超越日本德国, 成为全球前三强, 印度人口已经超越了我国, 印度人野心很大呀, 而对于美国来讲, 他要同时遏制中俄两大强国, 他只有拉上印度, 所以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大量的西方企业都到印度去设厂, 甚至连苹果未来都是印度生产的了, 可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印度还是保持中立, 尤其在制裁俄罗斯这个问题上, 印度是三间齐口的, 这就让美国感到非常不爽, 毕竟俄乌战争打了五六百天了, 西方世界已经疲态尽险了, 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新的生力军, 所以前两天我们看到, 欧盟通过决议不允许土耳其入盟, 但是他们留了一个尾巴, 那就是说为什么不让土耳其入盟呢, 因为土耳其没有坚定的站在西方这一边, 去制裁俄罗斯, 换句话讲, 欧盟的意图很明显了, 土耳其你如果能去制裁俄罗斯, 那么可以马上让你入盟吗, 毕竟乌克兰在被俄罗斯痛贬之后, 就获得了加入欧盟的资格, 而这一次很显然, 美国一方面急需印度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对印度有所不满, 那就是不满印度不能坚定的站在西方阵营, 去制裁俄罗斯, 是啊, 从历史的角度讲, 印苏关系, 印俄关系非常密切, 到今天为止, 印军中一半的武器还是从俄罗斯买的, 俄乌开战之后呢, 印度又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这使得西方世界围堵封锁俄罗斯的目的达不成, 反而随着战争的进行, 俄罗斯石油卖的越来越多, 钱赚的越来越多, 2022年经济还正增长了, 因此美国实在是拿俄罗斯没办法, 也拿印度没办法, 美国非常清楚啊, 你如果和印度也闹掰了, 或者说和土耳其闹掰了, 那等于把这两个朋友拱手送给了俄罗斯, 所以美国或许也在想盘外招, 那就是一方面, 拜登总统与莫迪见面, 加大对印度的支持, 美印两国加上中东国家和欧洲国家未来还要开发出现代香料之路, 而另一方面呢, 就让加拿大充当打手狠狠的扇印度一下, 这个事可大可小啊, 未来如果印度能够和美国站在一起的话, 那么加拿大这个事马上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双方澄清一下是个误会也就算了, 或者就像对待沙特那样冷处理嘛, 可如果印度还这么不识相的话, 或者说印度还要强力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么美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件事作为一个突破口, 全面的攻击印度的人权和自由, 这不是美国人的拿手好戏吗? 尤其是明年印度可以要大选呀, 美国甚至有可能联合印度的反对党来不断的炒作这一桩事, 这样的话, 明年莫迪的连任之路可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说啊, 加拿大和印度闹掰这个事, 应当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美国才是最大的幕后黑手啊,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